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 银河印象最卖座的电影 竟然是他们的爱情片 而其中票房最高的 就是这部《瘦身男女》 电影开始 一个日本帅哥在台上深情回忆 他马上要结婚了 结果还时不时的想着他的前女友 未婚妻提着鞋子锹上台 他有个肥婆比未婚妻还激动 他捂着脸跑出去 却一不小心在楼梯摔倒 帅哥黑川过来把他扶起来 说很久没有遇到这么重视的粉丝了 他的全国巡演 肥婆基本常常必到 经黑川这么一夸 回来就要上吊了 话说这个经至于吗 难不成是嫌自己丑 配不上黑川吗 诶 还真是 肥婆上吊不成 用牙咬着绳子睡着一眼 他现在只知道吃 没有工作 更没有钱付房租 房东老婆婆 就各种给他寄照对象 多老男人都行 肥婆也不拒绝 只会盯着对方盘子里的食物 介绍一个不行 介绍两个 可对方都是中途就跑了 谁会愿意要一个 只是不做的200斤大肥婆 肥婆也是这间客栈的房客 房东最后实在没人选 就把女人介绍给了肥老 两人臭味相同 眼里出了吃 没有别的 肥老接受了肥婆 可这货也没有钱 他就给房东 推售自己的刀具 你买了我的刀具 我就有钱提着交房钱 最后三方打算交易 房东买了肥老的刀具 肥老又卖刀具的钱 带走了肥婆 简直完美 肥老并不喜欢肥婆 他帮她 主要是因为都是香港人 可肥婆死赖着不走 给钱都不走 三百斤的肥老 也拿着个两百斤的肥婆 没办法 只在把车开到另一间客栈 说完提着箱子上楼 肥婆也不傻 自顾自的收拾东西 跟了进来 还很有礼貌 肥老心想 这回还治不了你 然后这货就投了币 点了一部日本爱情动作片 想整一整肥婆 肥婆也不虚 翻身起床 然后连穿了好几个裤衩子 然后在脸上的床铺中间 放下一盆水 晚上肥老想脱膜开溜 可车钥匙被肥婆含在嘴里 那油腻的样子 真是下不去手 最后没法了 肥老手动拆车 拉线打火 可刚起步就撞到了警察 最后还是肥婆起床 帮肥老解围 到这儿肥老才知道 肥婆名叫迷你 她就是黑川念念不忘的前女友 肥老不信 直到她看到那张合影照片 那还是十年前的 迷你刚到日本 就和黑川相恋 黑川为了迷你 铺写了人生第一首曲子 结果异曲成名 得到去美国留学的机会 他们被迫分开 结果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 迷你因为黑川的离开 放心寂寞 开始变得很贪吃 越吃越胖 越胖越吃 直到吃成了200多斤的大肥婆 最后黑川终于回国 可迷你就在她眼前 她都认不出来 这让迷你无比受伤 肥老不知道怎么安抚她 就把胳膊递回去给她咬 这皮糟肉厚的肥老 根本没感觉 肥婆发现完就睡下了 睡之前还说 肥老你真是个好人 啊 谁愿意当好人呢 上学的时候 最烦女生给我发好人牌了 可是这句话 让肥老很受用 第二天一大早 肥婆就给肥老准备了一大桌好吃的 另外 还帮她高价 卖了很难卖出的道具 赚了钱 肥老就带肥婆去吃好吃的 可肥婆却想要减肥 每盒饭菜都精准地计算这里 肥老就在那里故意胡吃海盒 这吃的我都快受不了了 更何况那么贪吃的肥婆 两人终究忍不住 一起狂吃海盒 人生苦短 不如继续做个开心的肥婆吧 她朝着过去大喊 黑川我不爱你了 可当她看到黑川要结婚的消息时 还是忍不住发疯发狂 肥婆开着车发泄怨气 在路上横冲直撞 差点就要冲进大海了 肥老让她冷静冷静 听听广播音乐 结果一打开 又是黑川专场 主持人问黑川 你一生中最爱的女人是谁 然后这伙又不顾背后 未婚妻的感受 逐渐陷入对前女友的沉思 完了还对着广播说道 十年前他们的铁塔约定 她没有忘记 他们曾经申请约定 如果之后的日子 他们失联了 便在十年之后 在铁塔之下再次相聚 这二波申请 又让肥婆陷入癫瘫 啊她还记得我呀 哎呀没福气呀 边说边倒车 再次冲上大海 关键时刻 肥老大喊 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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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肥 这才保证小命 人还拉钩盖章 要肥老一定要帮他 哎 这个好人看来是当定的 可是正常的减肥手段 半年减制 两百斤根本不可能 肥婆铁了心要减肥 肥老怎么拉都拉不走 看着肥婆 一个人在阶梯上蹦下 肥老也有一丝丝感动 她把肥婆带到自己的地盘 这是一条 在日本的中式美食街 在这儿的 都是肥老多年的好友 也都几乎是胖子 肥老让朋友们多帮忙 没人想个办法 帮肥婆减肥 胖子一呢 就说吃灰虫 挑个大又肥的 保证能捡50磅 胖子壁呢 就说灌肠 一天灌三次 胖子饼就提供祖传血药 一天再来五次 反正是一人承包几十磅 争取完成任务 分配完就开始执行 那条吃虫子的镜头 你们看看就行了 肥专业人士 千万不要模仿 结果效果不知道有没有 大病肯定是有了 朋友们都问肥老 为什么要这么帮肥婆 肥老还是那句 都是香港人啦 可当mini的照片 拿出来之后 大家立刻都明白了 肥老的用意 晚上肥老看到 墙上的mini 满简的爱恋 可她转头却发现 肥婆偷偷从医院里 跑了出来 她哭着说 医生治好了她的拉肚子 还把虫子也都取了出来 还要她吃营养餐 这样下去 她还怎么见她的黑穿呢 肥老一边给肥婆擦汗 一边帮她想主意 没办法啦 练吧 想比别人美丽 就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这里用的是刘德华的歌曲 《我的胖侣》 国语名叫做 《为爱瘦一次》 很好听 也和这时的剧情很搭 肥老和肥婆 就这样日日夜地相处 时时刻刻地锻炼 终于肥婆瘦了60磅 肥老这时 简直比黑穿还要高兴 他拉着肥婆告诉街坊邻居 别人还以为是肥婆怀孕了 忍不住嘲笑肥老人傻 喜欢给别人做嫁衣 再接着肥婆终于受不了了 长时间的整个减肥 会反向增加食欲 他把冰箱上的铁链撬开 大把大把的食物往嘴里塞 他捡被捡得好辛苦呀 肥老大骂着安抚他 最后决定和肥婆一起捡 所有胖子都一起 两人越捡越来劲 大晚上了 还在楼上跳蹦床 朋友们都从没见过 如此卖力的肥老 终于有一天 肥婆告别肥老 去约见黑川 可到了楼顶我才晓得 他们是在演习 肥老搬身系装 还是很有型的 两人说着说着 不小心录了情 两个戏盘 不磨二合的凑在了一起 这里有个小细节 来的时候广告牌上写着 三十分钟交罚款 然后两人望我相惜 直到车上贴上了罚单 你们算算他们总共亲了多久 下来后两人都略显尴尬 光天化日啊 肥老解释 可能是因为一直有生情吧 晚上两人故意把床铺拉得很远 可是睡着了后 两人又情不自禁的 滚到了一起 肥老还很自然的 呸了一口 他们想了很多办法 到最后都情不自禁的 吸到一起 肥老让肥婆转过去 他们互相谁也不看谁 可还没过一分钟 肥婆却说 我有点想你啊 肥老也是一样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真是分分钟都要看到他 最后没办法 肥老不睡 拿出零食熬了一整夜 第二天 他就把肥婆送到了 专业的减肥机构 价钱很贵 可肥老却总说 物有所值 物有所值呀 他的物有所值 到底是为什么而止呢 接下来就是在网上 传的很火的片段 肥老在大街上 看到别人摆台打拳 他也学来跟着做 因为他实在没钱 供应昂贵的减肥费用 别人的挨打一分钟 一千元 他就两分钟五百元 肥婆在当里面 艰难的减肥 肥老就在外面 痛快的挨打 他们的街头行为 还被记者投摆下来 肥老每每都要肥老去看他 肥老都是推托 说自己在周游世界 而实际呢 是被满世界的人来打 肥婆很卖力的减肥 终于变回了从前的迷你 他兴致勃勃的回去 想要告诉肥老 结果朋友却说 肥老一直在街上摆摊 肥老被打得鼻腥黏肿 还要强烟欢笑 迷你在人群中 看到目瞪口呆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所有 都是肥老一圈一圈挨出来的 肥老看到迷你 第一句话就是 乌有所值呀 他把迷你拉到家里 对比前上的照片 一比一百分百还原 迷你看到肥老 牙都被打没了 心疼得不得了 他告诉肥老 明晚他不想去了 肥老却大小的离开 一脸事不关己的样子 他坐在楼下的小面包里 看着楼上的倩影 照着镜子 又比了比自己的肚子 唉 算了吧 第二天的路上 脸上一路无话 肥老送完他就要离开了 可迷你却连肥老的名字都不知道 肥老也没有说 只是微笑着离开 他还真把好人这个名号 贯穿到底了 迷你看到车子离开 眼里翻出内光 十年之约 迷你来到约定地点 可首席迎来的是 无数的闪光灯 黑砖现身 好像拍了一场 全国主目的偶像剧 所有人都为黑砖宽呼 只有未婚妻 在餐厅里大叫巴噶 在电视台 他们一起观看 相逢之的盛景 结果在另一个房间里 传来了肥老的声音 那还是记得偷拍的画面 肥老偷戴护具 被各个顾客击打 发泄怨气 一口鲜血喷出 朋友们赶紧来关系 肥老也不回答 推开朋友 继续带动现场气氛 直到他被顾客 一拳打掉门牙 他还是咬着牙说 值得的 节目看完 迷你已经是泪周满面 他带着哭腔 对着黑川连续道歉 黑川看着迷你离开 把手伤的蛋糕 吃得精光 也不知道多少时事过去 迷你摇身一变 变成了畅销出作家 他把自己的减肥经历 编写成书 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找回肥老男友 而电视机前的餐厅里 肥胖的黑川 再次和前卫婚妻相遇 相逢何必沉江时 不如一桌吃美食 忽然有一天 迷你在路上看到 那辆熟悉的黄色小面包 里面坐着一个 无意帅气的亮仔 迷你赶紧加速追了上去 然后还是在那个铁塔之下 一对瘦身男女 再次相容在一起 自此电影结束 其实不用我说 大家都能看出来 两位主角是谁 瘦身男女 是由杜秦峰指导 对流华郑修文主演 连都在身上 粘了几十斤的挖胶 然后每天连续拍摄 十多个小时 腹中还是其次的 最关键的是 长期使用胶水 导致郑修文严重过敏 杜秦峰就赶紧改起了结局 所以才导致 结尾看得有点仓促 电影本身 就是个简单的 喜剧爱情故事 观众看着 曾经的俊男靓女 在大荧幕上扮丑 哈哈大笑着 看到一对肥婆肥老 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功把肥肉 转移到下对电影身上 爱一个人 不会在乎他的身材 爱一个人 会为他付出全部 这样的爱情 现在好像只有肥老 可以做到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